这一只柴犬是65天了 虚虫疫苗已经打完了 打完疫苗之后呢 这只小家伙就可以去苏州新家了 你看它的品相 品相非常的好 包子里 还有你看挑皮的 你看包子里 然后呢骨架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骨架 骨架非常的粗壮 骨架非常的粗壮 然后胸前的白肚还是非常不错的 胸前的白肚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呢 它的痘痘眉像人眼 三角二 对吧嘴巴短而粗 非常的调皮 这位粉丝呢一眼就相助了它的品相 你看还有它的毛色 还有它的背 吃得非常的宽 身体结构还是非常不错的 身体结构非常的紧凑 它的主人呢 一眼就相中了这一只 而且呢它的 它家呢还有一只小母狗 所以说想养一个高品质的 一个柴犬拿来当主公嘛 这个公的 再加上公的性格调皮一点 这只小家伙去从一秒 看它就打完了啊 这样就能去新家了 哎呦我的天呐 你看这个小家伙调皮的 进去吧 哎呦 太皮了啊 你看还不愿意走 快快快走吧 进去吧 哎呦我的天呐 哎呦这小家伙太皮了哈 像这一窝呢就是 出生35天左右了 因为才打得有一针一苗 像它们呢月份还是比较小 等一段时间就可以出窝啊 像它呢就可以今天去新家了 你看 有水壶有狗碗 饿的时候到时候吃狗粮 渴的时候呢可以喝水 你看是不是 行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说到这 下期再见 别忘了 现在 没有 我还没有 那个 谢谢 我还没有 没有 谢谢大家